做福 做福的方法是以布施为主 或是取用王者遗留的财物为最佳 或是由亲友们共同为王者集资也可以 用王者遗留的财物来做福 王者一定能够得到利益 《无常经》上说 若是在人命中以后 应当取王者新的好的衣服 以及随身所用的物品可以分作三份 为王者布施供养佛陀 达摩 僧茄 由此布施供养三宝的功德 使得王者的业障转轻 获得了殊胜功德福报的利益 而不应该为王者的尸体穿着好的衣服等等 应当将好的衣物为王者用作布施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如果为王者的尸体穿着好的衣服 这样做对王者是毫无利益的 此是印度天竺国当时所行的方法 至于现代的情形 应该以王者的遗物 变卖 意为现金 来庄严佛像 印诵经典 布施僧怯 若是还有多余的钱财 则可以用来做祭贫 放生等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集合资财为王者作福 王人若是堕入了轨道 则得到的利益会比较显著 幽佛赛界经第五卷上说道 若是父亲死了 躲在恶鬼道中 子女为其修福 则他会知道 而且会立即得到益处 若是生到天上 则都不会想念人间的事物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上成就圣庙宝的缘故 若是入了地狱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苦恼 而不暇思念 所以不得利益 畜生道之中也是一样 若问恶鬼是因何缘故 可以立即地得到益处呢 这是因为恶鬼 其本有的爱探监令的缘故 所以才会堕入了恶鬼 既然已经成为恶鬼了 则会常常地忏悔本过 思念欲得 所以才会得益处 这里详细地说明了 鬼去之所以能够得到益处的缘故 然而作福的功德 终究是不虚值的 因为还有其他的亲属王魂 可以共同分得益处的缘故 幽婆赛界经上继续地说道 若为生者与余道中其余的眷属 堕入恶鬼道的都能够全部地得到利益 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为恶鬼认真地勤作福德 按取王者遗留的钱财为其作福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查问了解王者在生前的时候 为人处事是否坚贪吝啬 如果其生前为人坚贪吝啬 见到家属们将自己遗留的财物为他做佛事 以及用来布施 则望见自己的东西现在变为别人所有了 于是心中生起了称恨 坚定和比列不甘的心念 这样的邪念一生起来 就会招致引发业力 立即牵踏入了恶道 善知识或是家属应当为其作如下开示说 某某啊 今为您把所遗留下来的财物 为您做佛事或是做福德 画有漏的世间财物 成为无漏的功德法财 您仗着这个功德 当得超生尽土 您应当一心虔诚地祈求阿弥陀佛来相救度 对于您一切的一姿一物 应当心存气舍想 毫不留念 全无吝隐 心中不可以稍稍存有比列贪着的想法 因为那些世间的财物 纵然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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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的大声几乎停止,不要杀声祭他。 此时,无奈眷属们因为阴阳所隔,无法听到,而置若望闻,依然是照样的杀声。 于是死者这时候不仅就会有称恨的念头生起。 如果称恨心一生起,立即就会堕入恶道,所以为王者设计的人千万必须要注意啊。 若是欲为王者设计的人,则应当用素食、香花、乳酪、苏果等物品。 地藏经说, 你所杀害的生命,乃至于祭拜鬼神,却没有先豪的鬼力能够利益亡人,不过是反而结了罪缘,使得罪业转加深重。 亡人假使来世或献生,得着圣人的气氛,可以生到仁天中去享福。 因为临终的时候,被他的眷属造了这个杀生的恶缘,就会令这个命中的人受到祸殃的连累,而被那些杀死的生命围困了去对变。 王者就会要延迟投生到善处了,何况临命中的人,在生的时候,未曾有少分的善业,个人就依据了本身的业力,自己受恶趣去了。 而这些眷属们,为何这样的残忍,还要再增加他的罪业呢?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律说,有种名叫西词鬼的,他的行动自由,能够游历他方,如同鸟类一样,凌空而飞,往还而没有障碍。 他之所以堕入这种鬼类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因为他的生平迷信于习俗的说法,以为人死之后,必定会做鬼。 因此,每每希望在自己命中之后,子孙们能够供给他的饮食。 由于执着此种的知见,建议他具有素食的善业,于是,就流入变为了这一类的鬼,常常能够吃到近似的食物。 另一种原因,因为他生平性爱亲之,希望亲人大家都能富有。 而违对于自己所积的财物,却是居心千贪吝啬。 虽然是有剩余的财物,也不能够拿去布施,于是,就因为这种恶业的牵引,也流入变为此类的鬼。 因为他贪恋生前财物的缘故。 所以,住在他本来房舍旁边,肮脏便会等的处所。 见到家亲知己好友追见自己的时候,而生其感慨,对于自己以往的亲历,颇有后悔之意。 由于此种的善念,他也能够享有祭祀饮食的福报。 灌顶经卷六列说道,生平无善恶的人,临终的时候,又遇不到他种一手果的出现。 这种人,死了以后变为鬼,颇能得些自由。 这一类鬼,每每栖息在自己或他人的坟墓之中,借着骨骸的渔气已为灵。 若是遇到了有人来祭拜,也能够得到享受。 而等到骸骨朽坏了,则失去了所依,而去求别的还未枯朽而无主的骸骨,附在上面。 正法念经卷十六列说道,有种名叫希望鬼的,是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从事生意,而买卖的价值不依照常理,欺狂他人以获取利益。 而且还自明得意。 他的为人处事,全都不讲究布施、诚信、福德、境界等美德,心中常怀嫉妒,也不亲近善友。 所以在命中之后,落为这一类的鬼了。 这种鬼的脸色皱黑,双目流着眼泪,手脚都破裂了,头发覆盖着面孔,饥渴逼身,心酸悲较。 若是他的子孙,为其仙灵射寺,此鬼才能够得到祭祀的食物享用,而其余的一切食物,则都是不能够受用的。 运掌助生的方法 送遥阶居士补露 临命中的人在弃绝以后,身体尚未冷静,仍然需要靠近王者的耳朵换他念佛,以及敲打隐庆和音不断。 如果,如果王者的全身皆已经冷透了,而唯有头顶上温,则可以毫无疑问,直到其已往生西方净土了。 那么,就不必再唤他念佛,仅为他敲庆念佛即可。 等到念至他头顶的暖温散尽以后,再停止,这是非常重要的。 若是探其头顶鲜冷,而胸腹西足等地方或尚有温暖,则其性灵尚是停留在温处。 此时佛号声引庆声仍然不可以停止,并且可以请人用掌运的方法,帮助其性灵由温处的地方升向顶门。 因为,往生西方的人,必定是从顶门而出的。 而运掌的方法,可以将双掌平展开来,虚伏在王者身体温处的上方。 但是不可贴着身体。 大约要离开身体半寸的地方,然后将两掌用尽地向上推运,直至王者的头顶。 因为,足底温入地狱,膝盖温投畜生,腹温落轨道,胸温转人道,眉睛温登天界,顶温超胜西方。 而运掌人的双目,即精神,必须要专注于掌上,并且要观想王者之灵,随着双掌直向顶门上去。 在此时刻,运掌的人口中祷告说, 那么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来接引某某之灵从顶门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往生,决定往生。 要频频地运掌,反复地祷告,再念弥陀,观音圣号。 如是的精神专注,双掌同运,口中称念,身口意三叶必失。 若是疲倦了,则轮流换人。 这样的一直做,或是半天,或是一天,切勿中途停止。 必须致王者的身体各处都冷静了,围在头顶留有温暖才能停止。 此时,王者的性灵,既得到佛号声,以及引庆声不断地提醒, 又得到持续地掌运神助的助力。 或迟或早,必定能够升向顶门,见佛往生了。 然而呼唤及掌运的人,若是能够请到念佛功身,而且慈悲心切的人, 当然是最圆满了。 了生托死全集,又名念佛救度中音法。 了凡四讯基金会唱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